云林县政府决定对权限126万口农用地下水井免征水权为费2700元送给农民大红包记者蔡维斌摄影分享云林县长李静勇今天宣布一项力多消息 从今年起及106到109年的地下水井水权为费2700元一律全免 不仅这一期免征110年以后的也免征所以请所有农民安静从事农作生产水权归费的事交给县府来处理 这也是云林县府在岁末年初送所126万户农民一个大红包 李静勇说农田灌溉虽有水利会供水但许多轮灌区以外的农田农民则需花钱自造水井灌溉 这些水井依法需缴纳水权归费三年为一起缴交水权归费 李静勇说农田水族早已停征如让这些非盖冠区的农民还增加额外负担 实不公平因此县府基于公共利益 今年4月决议至109年为止停收农业与家庭自用水井自来水无法到达归费的征收 决定免征2700元的水权归费 预计全线有126万口锦售会 县府减征3 3亿元 县府最近又接到农民反映 担心109到期后政府会不会再负征水权费 李静勇今天再度宣布109到期后 即便从110年后若中央没有再补助1500元的行政归费 县府也会设法逐年编列预算来指引 所以农民只管安心于耕作 把农市给更好 水权归费的事交给县府来处理 请大家放心 县府为农民生计并避免地层下限 不断请命与条件纳管取代 唯一填色中或修法实施 如今又宣示将来 包括行政归费与水权归费 合计4200元全部免征 对农民可说大利多 四同享老农民张天胜等人说 农民本来就很难赚侠 营生不易 农地墨水灌溉 自己抽水种田 还得缴水权费 如今能免征水权费 直接社会渔民 可说是皆大欢喜 云林县府决定免征地下水井归费 农民高兴的说 不征水权费可减轻不少负担 这比补助好 记者蔡维冰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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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